这个是我们今天要玩的puzzle 它是一款拼图 名字叫心跳 外观是比较奇怪的 和我们以往玩的拼图有些不一样 每一根的曲线都像是一个心电图 玩法是把它们平布进框内 它一共才四根 我十分钟内应该能拼好它 一开始我们先对比一下 看这四块有没有一样的 它们虽然很相似 但是没有一块是相同的 这种拼图最关键的往往都是第一块 没有什么技巧 一块一块就试 这一块放这里的话 缝隙是比较大的 我们换下一根 没有一块是严丝合缝的 只有这一块缝隙是最小的 这款拼图虽然只有四根 但是它每一根上面都有很多直角 而且边长都不一样 两两搭配没有很契合的 所以很难判断已经拼好的是不是对的 我需要冷静一下 这个比我想象中的难多了 我们总结一下 第一根的位置我是比较确定的 不需要调整 之前错了很多次 都是第二根的位置没有找对 诶 这样可以 两块拼图这样错开放 它们的空隙比前几次小了很多 现在我们找第三块的位置 也是让它错开放 这样下面空间就有很多了 还有最后一块 哦 终于拼好了 刚好时间还没到十分钟 这个拼图还是比较有创意的 利用每一块拼图不同的角度和位置 使拼图的过程产生很多错误的排列方式 难度也是挺高的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